約1米8的機器人正在路邊 紅色 藍色相當醒目 看起來太皺皺皺皺 一點都看不出來 它從頭到腳 都是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的成果 由機車零件或者是家電 所組合而成 機車行的速度 太多了我就把它弄下去 這便宜 你說回收這是一公斤多少 算四塊 一公斤喔 對啊 那是說這個可以把它組合 你沒想到說可以拆掉 還沒給機車行 還沒 機車行打起來 打起來 它會不會的 所以你就是拿這個來參考 就看 位在清水高美路上一間資源回收廠 老闆因為喜歡機器人 因此以廠內的回收零件 自組成一個大型機器人 猶如變形金剛 擺放在門口處相當的吸睛 民眾經過 不自覺就會被它吸引 停下來多看兩眼 老闆表示機器人的比例結構 全部都是自己摸索 現在不只成為了店內的招牌 也是民眾到高美必拍的景點之一 記者中文會台中採訪不到